摺以後我們要再對摺 但也會跟亂摺衣服的方法一樣 每一件大小都不一樣 而且它鬆鬆軟軟的不可以站起來 那其實呢摺衣服的方法 摺褲子的方法 也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把褲子舉起來 對摺 這個對摺呢 我會建議是 屁股地方都要擺在裡面 就是要我們把 左拉鍊 有扣子的地方 收在裡面 對摺之後 一定要把它放在乾淨的底面 而它在圓裡呢 就跟剛剛摺衣服很像 我們找出一條等寬的道路 讓它變得更整齊 那這個等寬的道路 通常在我們的褲子上面 會有這個屁股露出來的地方 好 對摺以後這裡會形成一個尖尖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尖尖的收起來 讓它從頭到腳 基本上會變得很安的 那這個尖尖的地方很重要喔 那我們要把褲頭的地方 摺回來 畫面這個空間 也把褲腳的地方 摺回來這個三角形 接下來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通常啊 你摺到這個步驟 你會發現 你在摺個兩次 欸 你的褲子 就摺好了喔 而且它跟我們的姨姨一樣 已經很穿 所以它是可以自己站立起來的 然後它的高度 你會發現 其實跟我們的衣服 也會蠻相當的 那 你可能會問說 剛剛衣服有口袋式 褲子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來試試看褲子的 我的身口袋式 我們一樣把它打開 好 那再一樣 回到剛剛的步驟 褲子擺好之後 把三角形的屁股的地方收回來 讓它變成很寬 褲頭的地方折回來 褲白的地方 回到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那接下來跟剛剛有一點點不同的是 我們要找出它的口袋的位置 這個口袋位置通常在這邊 也就是我們穿褲子 會把腰的這個地方 好 這邊通常是有彈性的 而且它可以有一個口袋形成 那接下來跟衣服很想 我們把下面的地方 先折到我口袋的門口 再多折一折 哇 它就可以一樣 自己收自己了 好這樣子褲子也是一樣 變成一塊泡泡 真正的小豆干 它可以不容易散掉 這是這就是真褲子 它就是真褲子